現階段就是執政黨是民進黨 民進黨在國會現階段又是少數黨 他們用出來的一個詞彙叫做 國會擴權 有點像是給人家扣一個帽子 但憑良心講 國會擴權這件事情 其實他講的也沒有錯 嗨大家好我是苗星律師 今天想要來講講 關於國會改革 然後在立法院上演這個 權武行這件事情 我的看法 其實關於國會改革 這個詞彙 他現在是跟在國民黨跟民眾黨的主導之下 他是跟藐視國會這個概念 基本上是綁在一起 其實我自己是認為 有點算是技巧或是策略 有一點點小兼詐 就國會改革跟藐視國會 要直接把它硬是綁在一起 我認為是有點問題的 這件事情真的要講起來 其實這會從國會調查權開始講起 過去可能在學公民課應該都知道吧 我們國家是三權分立 甚至在國父他的思想之下 變成五權分立 多出了考試跟監察 但是基本的跟國際上一樣的就是 立法、行政跟司法 這三權分立 那這三個權力 他的行使的情形 權力的特質不大一樣 行政權他就是會比較有效率 專業度會比較高 那立法權他相對的就會比較有一個制衡 因為他會有名義的代表 他相對之下必須要透過討論 必須要透過會議 他對於各個專業的程度 可能未必那麼高 因為他是立法機構 他是人民的名義代表 選出來的各行各業都有 但是他更加程度的反映了名義 那第三個則是司法權 司法權就是會被要求一定要獨立 那依法獨立審判 那所以這一個爭議問題 是先回到了立法跟行政權之間的關聯 那首先想要先告訴大家的是 立法權這件事 就是立法委員 他本來在我們的憲法裡面 其實是沒有國會調查權這樣的概念存在 其實真的國會調查權這個東西 不是憲法原本就訂進去的 現階段就是執政黨是民進黨 但民進黨在國會現階段又是少數黨 他們用出來的一個詞彙叫做 國會擴權 有點像是給人家扣一個帽子 但憑良心講 國會擴權這件事情 其實他怎麼也沒有錯 這確實是一個擴權 因為像現在國民黨他們提出來的這個版本 包括了藐視國會罪 還有說虛位陳述有刑責 如果說有反質詢的情形 還可以給罰則 這些東西都不是憲法原本賦予給 立法委員可以做這件事情 立法委員本來不能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透過立法委員的決議 立出了一個新的法律 給自己多這個權利 所以這個講起來 他確實是一個國會擴權 只是說你要怎麼解讀 你是正向的解讀說 這樣子做很棒 符合憲法精神 但是你說 這根本就不是你該擁有的東西 會變成是下一個層次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確實是一個 國會擴權的議題 只是我們現在在探討這個議題 比較用中性的角度來看 就是回到基本的權力分立的原則 到底立法權 他該不該享有 他們現在希望獲得的一個新的權力 重要的前提 也就是立法委員 他們的這個所謂國會調查權 本來沒有被寫在憲法裡面 這其實是當時有一點插槍走火 就以前在我那個年代 法律學的學生 應該都念過一個大法官解釋 那這個大法官解釋 他當時就是跟319槍擊案有關 國民黨他們認為他們因此輸掉了選舉 但是國會 國民黨終究是多數 所以他們就想要去組成一個 319槍擊案的真相調查委員會 所以他就想要成立一個類似 獨立機關的組織 當時涉及了這樣的爭議 那就是在那個爭議當中 那因為有進到大法官釋憲 大法官釋憲就有認定其中有一部分違憲 但是就是在那一則的大法官釋憲裡面 做出了立法委員有國會調查權 也就是立法委員有國會調查權這件事情 不是憲法寫在裡面 而是大法官解釋在某一次的解釋裡面 講說你們有國會調查權 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說立法委員他們有國會調查權這件事情 是已經無庸置疑了 那剩下的問題就是國會調查權 你應該要給他什麼樣的配備 怎麼樣才合理 他怎麼樣的行使才符合這個 憲法精神上面他所該享有的國會調查權 那就這一個國會調查權 他有沒有辦法衍生出來 藐視國會罪這樣的行責 然後還有如果有什麼反質詢 可以做罰還等等 可不可以多做這樣的規定 做這樣的擴權 這個部分就是現在在爭執了 那我自己在看這一塊 我是認為確實 現在要提的這個修法版本 它確實存在著一些疑慮 其實現在立法院這個新的版本 想要提的這個藐視國會罪 跟這個反質詢的相關法則等等 它某程度是已經有點接近於 司法機關在做的事情了 就舉例來講 如果今天是法官 要傳人民出來作證 那如果有上過法庭 你應該都知道 法官傳人民出來作證 必須要經過一個程序叫做拒絕 而國會調查權 他可不可以做跟法官類似的情形 其實做這件事情 我本身是有打一點問號 因為法官跟立法委員 對於法律的專業性跟對於調查事件 他對於個案問題解決的必要性而言 是不大一樣的 因為立法委員他們在調查 他通常是跟他的預算審核 或者是法案的審議 法案的表決會比較有關 這時候動用到調查權 OK你有調查權 可是應該要跟你原本職權的本身 要有直接關聯 可是當他進到了這個調查權 他可以針對你來這邊做質詢 然後我可以進一步對你做處罰 然後甚至他還把自己的權力加高到說 多了一個藐視國會這樣的形式責任 是有一點把他的權力拉高到另外一個黨次 我們剛剛講 我們台灣其實現在算是一個 三權分立的國家 如果國會他可以把自己捧得這麼高 講說你藐視我 你反質詢還是你怎麼樣 那我會以藐視國會罪辦你 幫你移送法辦 那剛剛講三權分立 那行政官員可不可以也藐視行政官員罪 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要 因為在三權分立的狀態下 他們彼此是有各自的功能 而且彼此會有一個制衡的效果存在 但是國會他卻先把自己拉到一個 比大家都還要高的層次 你來接受我的質詢 你藐視我你會有另外的刑事責任 這個在法理上是不是真的站得住腳 我本身是覺得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那另外還想要提醒一下 剛剛講到這個三權分立的這個架構之下 其實立法委員們現在國會的多數黨 會認為自己代表著多數的民意 所以好像要制衡行政官員要去質詢台上面 就是要電報官員 然後甚至加入這樣的法則 當然在這個位置上可以理解 但還是要提醒 如果你要去講說我們台灣到底是屬於哪一種體制 其實現階段的體制是比較像總統制的 最簡單的原因就是總統他是可以直接任命行政院長 我覺得總統說了算 所以就是行政官員 其實都是從行政院長的體系下去 所以簡單要講的是說 其實行政權他有沒有民意的正當性 其實還是有 雖然說我們的行政官員 無論是政務官還是事務官 他不是直接任命選出來的 但是不大可能 因為這也很不效率 你怎麼今天想要選一個部長 然後你說要全民再做一次投票 這浪費大家時間 行政院長的民意正當性 就是從總統的這個民意正當性延續下來的 而且在憲法的權力架構之下 他彼此是會有一個制衡的關係 沒有說誰隸屬於誰的問題 好啦 以上這一點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老實講看到這個新聞 國會大亂鬥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那當然針對那個亂鬥 那個很衝突的過程 確實是看了會覺得蠻氣憤 那也同時帶有一種就覺得說 無論是哪一黨執政哪一黨 就是多數黨 好像這樣的事情都會發生 其實我覺得這也不單純只是 特定政黨的問題而已 總之就以這個氛圍 各政黨之間他們彼此是 都需要負一點責任 但我自己在看這件事情 已經不太是著重在那個 怎麼樣毆打 怎麼樣去偷東西 那還是誰受傷等等的 會比較想要換一個層次 換一個觀點 來看這件事情 那就一點意見分享給大家參考囉 好啦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幫他按個讚 對於這個議題有什麼想法 想要留言的都歡迎下方說說 就這樣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